音樂 音樂 嗨 我是Joisman 讓哲學進入經營 建立企業成功基因 今天我們繼續談 精辭哲學第36條 不斷從事創作性的工作 當我們 不管是身為一個企業領導者 或者是所有的員工 在得到自己的工作的時候 我們應該全力的 以赴的來專注在這個工作上面 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不能把我們自己的工作 都是當作非常簡單習以為常 反正每一天都在做 那如果是有這樣的習性跟態度 其實你根本幹不了事 因為你不用做 大概我們就可以衡量 你做這個工作的成果 因為你每天的態度就是這樣 我們在經營的過程 跟工作的過程當中 我們如何讓我們的工作 做得更好 做得更有意義 那就必須要靠著每一個人 都要努力的去思考 我們怎麼樣做得比自己的 原來的產品更好 道勝署長講的一句話就是 必須要付出不亞於任何人的努力 這句話應該不是跟別人比 而是跟自己比 但是這個所謂的這樣的思維 其實是相對的 當然經營者必須要率先垂範 經營者必須要做得比員工還多 也就是說我常講 我們必須要讓員工看到我們的後腦勺 而不是要用這個領導來代替所謂的鞭策 因為想要讓員工的心留在企業當中 我們自己每一個企業組 每一個組織的領導者 就必須要先付出 就必須要先打開自己的心 這樣的思維就會感染所有企業的員工 同時也讓所有的員工內心當中 都具備這樣的思維 然而哲學貫徹到一段時間 他自然而然可以把不斷地從事創造性的工作 成為自己企業的一個文化 怎麼樣可以讓企業提升競爭力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要有創造性的思維 不斷地做出創造性的舉動 也許你的企業在這個產業已經獨佔了熬頭 但是很多時候你不經意就被超越 所以必須要時時刻刻保持警覺 時時刻刻保持創新 才能真正的讓自己的企業立於不敗之地 從事創造性的工作 是每一個企業主必須要具備的經營思維之一 我是Joy Smith 如果你覺得這個不錯 讓我們下回繼續聊哲學吧